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个标题 想必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 我们为什么要演进到云原生架构 如果要实现云原生化 那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还会踩到哪些坑呢 好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三个问题 开始我们的分享吧 正是开始之前呢 我简单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除了是ShopeeGrid组的Team Leader 同时也是Apaq顶级项目的Grid的Committer和PMC 阿里云GitHub开源组织的成员之一 极客时间的签约讲师 最后是一个我维护了将近十年的个人技术博客 余泽湾 好 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 今天分享主要包含这么五个小节 首先是背景部分 包含了Grid的简单介绍 物理机架构的问题 云原生架构的优势 以及我们遇到的一些挑战和机遇 其次呢 是一些可能会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然后我会重点介绍一下云原生架构设计的技术细节 第四部分是一些落地的最佳实践 最后一部分呢 是总结和展望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Grid是什么 Grid是一个高性能的实时的分析型数据库 虽然说 但凡是一款数据库 那肯定是要说自己是高性能的 不然也不会有人用 对吧 但我们也是要自圆其说的 那么Grid是怎么做到高性能的 主要有这么几点 劣势存储 bitmap倒排索引 数据压缩 SRMD实量化加速 缓存系统等等 而Grid的连不大的架构 也使得其支持实时数据的写入和查询 同时Grid作为一个Allab引擎 也内置了非常丰富的查询算子 以满足各式各样的分析需求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这里有一幅维恩图 我们可以看到 Grid兼备了实续数据库 数据仓库和全文检索引擎的部分特点 如果你对TSDB比较了解 你可以将Grid近似理解为InfrastDB 如果你对数仓更加专严 那么可以简单内比为Hive 而如果你对全文检索更加熟悉 则可以想象成Electric Search 当然实际的内在设计细节 是有诸多不同的 这里也就不展开了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在会后参考著名的 DB Inges数据库网站 目前全球上千家公司正在使用Grid 而将实际案例主动提交到 Grid Power的官网的企业 就有180家 其中包括了很多国内的公司 大概占到10%左右 而国外的公司中的应用 则更加广泛 当然也包含了我们Shopee本身 具体的应用场景 后面会详细展开 好 我们对Grid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 我们基于物理机架构构构建的服务 遇到了哪些问题吧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稳定性问题 效率问题 成本问题 安全问题 下面我们分别来剖析一下吧 首先是稳定性问题 这是一幅Grid查询QPS的监控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宁静中午12年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查询流量的尖锋 远远超过了我们设定的高警预指 之后我们定位的结论是 业务脚本程序的bug 导致发送了很多无意的请求 相信大家也或多或少的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比如宁静饭点了 甚至还在就餐中 突然就遇到一波高警电话 你只能为前忘食地解决线上问题 而如果误葬的时间很不巧是在半夜 那么高警电话就会变成躲闭电环后 想必每一位直过班的同学 可能会跟我一样感到心脏骤停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例子 这个截图是我们Grid的 慢查询脚本的某一次高警信息 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做了脱明 我们只需要关注高亮的部分 从中可以看出 这是一条尝试分析过去一整年数据的重查询 其消耗了大量的服务器资源 导致其他业务的正常查询都受到了影响 尤其是当我们将SOCO客户团 开放给终端用户之后 甚至还会遇到那么一两个 不带任何限制条件的Select新查询 这无异于发起一波猛烈的DDoS攻击 类似的稳定性案例还有很多 我梳理出来了这主要的三类 第一类是查询相关的 例如一个查询中嵌套了太多层的紫查询 一次性查询了过去好多年的冷数据 对两个甚至更多的试试表进行揪印查询 亦或是由于程序故障 在瞬间发起了大量的查询请求 第二类是写入相关的 例如写入任务中配置了分序数过多 写入的TPS速率过快 以及写入任务的数据体量过大 第三是极形自身的 例如我们通过Current Table定时检测服务状态 并自动重启进行故障恢复 但是周期往往是分中级的 可见稳定性问题的诱因是非常多的 实在是防不胜防 好分析完稳定性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率问题 但因为资源不足而导致性能瓶颈时 我们需要和业务PIC临时沟通 交流的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 因此效率也是比较低的 即便我们完成的信息同步和沟通 扩速容的操作仍然需要人为介入 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而所有的业务同在一个大集群中 导致很难给业务进行优先级排序 因为对每一个业务而言 自身肯定是最重要的 从而我们也很难实现自动的流量降级 而效率问题最终会使得业务的发展 受到严重的支援 好 接下来是老板们最关心的成本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机器资源的成本 我们往往会因为端口冲突 资源偏好相同的原因 使得在同一台物理机上面的多实力部署 变得异常困难 而简单的混合部署 仍然会存在着资源浪费的情况 另外也无法根据业务规模和协入速率 定制化分配资源 从而一旦资源没有及时给到位 业务的性能需求将无法满足 而如果资源给多了 又很难做到高资源利用率 其次 再来看一下人力成本的投入 物理机集群的构建复杂度较高 很容易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例如同一个业务 在旧的物理机集群上运行是没问题的 但是迁移到了新的物理机集群 就莫名出现了问题 并且每一个独享机群的构建 都需要消耗无数的人贴 当我们辛辛苦苦的 将独立的物理机集群构建出来之后 会发现后续的维护成本 将会随着机型数量直线上升 要知道 即便是支持了自动识别新节点 自动负载均衡的GED 也还是会让运维同学感到压低山大 而如果是其他不支持这类功能的引擎 则更是雪上加霜 最终成本问题便会拉低我们服务的竞争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安全问题吧 在我们D版本集群中 是没有开启建权的 这会导致某一个业务的误操作 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业务 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即便是开启了建权 也会因为没有物理隔离 仍然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可靠 我们D版本中存在的诸多已知安全漏洞 甚至是类似于Log4界几种 零低的重大安全漏洞 共享大集群的业务数量太多 集群规模过大 使得升级的阻力和风险极大 这也使得升级的事情一拓再拓 与最新版本相差越来越大 进而还会出现兼容性阻碍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升级到某一个特定的版本 才能升级到最新版本 这使得升级的复杂度倍增 随之而来的也是愈发难以评估的操作风险 另外 也无法享受到新版本的红利 比如前面提到的重查询问题 新版本具体中支持快慢查询队列 可以避免个别不合理的重查询 影响到其他正常的查询 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的痛点 以上便是大部分物理机架构下的问题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云原生架构 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要知道 我们在正式进行云原生化进程之前 也是在内核层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奈何都难以达到一种要到并除的效果 同样 我们也充分进行了调研和测试 对很多技术细节进行的权衡和取舍 以找到最合适我们的方案 并同各个利益方进行了意见的收集 总体而言 各方反响强烈 支持我们的价格升级 俗话说 混乱是阶梯 也正是因为共享物理及大集群的无序和动荡 才给了业务方足够的动力 来和我们一起完成新价格的落地 好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相关的利益方吧 以及各自的诉求 本的客户至上的精神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业务方的需求吧 打头的还是要保障稳定性 并且还要能够具备大处流量红风的抗压能力 支持秒级的自动破容 随后是运为方需求 希望能够保证可观察性 方便实时的清晰的观察到各个组件的健康状态和性能指标 并且要确保集群的资源利用率要足够高 还有能够支持灵活多变的高景策略 最后是我们内核方的需求 我们则希望能够只专注于内核 完全托管除了具体的内核研发以外的所有事宜 要能够支持CICD持续集成 以及采用导可镜像代替之前纯代码的交付模式 提高整体的迭代效率 现在我们正式来看一下云原生价格的优势 以及如何满足各方的需求的 这里主要列出了四个优点 高稳定性 高效 低成本和安全稳固 首先是高稳定性 我们给各个核心业务都建立了独立的GD on Kubernetes集群 并且各个独享集群的资源是隔离的 所以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源强壮的问题 而针对每一个业务的特征 我们也进行了极致的定制优化 同时服务出现故障 也可以做到秒级的自动恢复 且有互无感知 更进一步的是 我们在不同的机房构建的HA集群 实现IDC级别的高可用 以满足个别核心业务更为苛刻的稳定性要求 除了一般意义上 针对集群参数配置的定制级优化 我们可能还会遇到的是 类似于协调压缩算法版本的场景 假设GD的上游的业务 用了版本A的ZSTD压缩算法 而GD的中默认使用的是版本B 则需要调整并和业务版本保持一致 否则数据将无法正常被反序列化 如果是之前的共享集群模式 另外新来的业务 它用的又是版本C 此时就无法协调了 那么就需要推动业务 去改造它所有的上下游组件 成本将非常大 关键还不仅是成本的问题 如果恰巧全链路中有一个组件 它也是共享集群模式 无法进行调整 那么整个链路将无法正常打通 另一个优势是高效 由于我们确保了同一个独享集群中 所有的项目都是相同的部门或者项目组 使得项目之间的优先级 更容易被评估和排序 从而更容易实现自动流量降级 并且因为支持了根据附载情况的 自动扩缩容功能 我们也不再需要提前和业务沟通 来收集大数流量的增幅 也就再也不用担心 预测不准确的问题了 接下来是低层本 在随着Juid on Kubernetes 集群规模不断壮大 某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进行了一次横向对比 发现即便云原生架构的集群机器数量 是少于旧的物理机集群的 但是存在的业务写入量却更多 这幅柱状图中 左边是物理机架构构集群 右边是云原生架构集群 橘色表示数据写入峰值 紫色表示数据写入总量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峰值还是总量 云原生架构都是比物理机架构更高的 因此可以从这一侧面反映出 局域的云原生架构的机器资源 利用率更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人力成本方面 因为物理机架构的集群搭建 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从开始构建 到完全可以作为线上正式环境交付 前后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即便是后续操作更加熟练 脚本化程度更高 仍然需要数天的时间 而原生架构的集群搭建 可以通过CICD的方式 进行一键部署 做到分钟级交付 这幅直角坐标图 X轴表示集群数量 Y轴表示对应消耗的人天 黄色的线表示物理机架构 绿色的线表示云原生架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幅图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二者之间的区别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安全方面的优点 首先 我们默认会开启健全 保障业务的数据安全 其次 因为云原生独享集群 更加清亮 使得我们更容易跟进 最新的GY的内核版本 高版本从修复了 已知的安全漏洞 会更加的安全可靠 另外 容器化运行的模式 可以实现物理隔离 避免资源抢占 很好地控制了故障域 再也不用担心 某一个业务的误操作 导致波及到其他的业务 线上的风险也进一步地降低了 好了 以上就是背景的 大部分内容了 当然 新架构的优势 还远不止我列出了这些 并且优势叠加之后的放大效应 将我们的服务质量 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 接下来我们再小结一下 在这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首先 关于挑战部分 我们需要引入云原生的概念 满足所有利益方的需求 设计出一套全新的云原生架构 还需要攻克众多技术难点 从零到一构建出Couponelis底座 并利用Darker镜像代替之前存代码的迭代方式 以及使用HelmChat完成机遇的集群的容积编排和管理 最后 我们需要充分验证和测试大部分业务场景 并建立标杆用户 然后在大面积推广业务的迁移 并持续进行定制级优化 其二 关于机遇部分 因为需要构建一套复杂的云原生架构 也有机会进一步锻炼和提高我们的架构能力 而在实践和洛迹Couponelis云原生的过程中 通过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 也增强了相关的技术水平 同时 借助前卫的容器化运系模式 也引领了机遇的开编社区的云原生化进程 另外 在逐一完成业务的牵引过程中 也有机会和业务深入了解真实的使用场景和痛点 深化了对业务的理解 好 以上就是背景相关的全部内容了 相信到这里 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到云原生架构了 以及云原生架构落地的过程中 遇到的机遇和挑战 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后续内容会涉及到的基本概念 我现在的大家过一遍 专业术语 Couponelis核心组件和常用的插件 当然也不需要有压力 只要有一个印象 知道大概的含义即可 方便更好的理解架构设计 首先是关于Grid的相关专业术语 Router提供了一个统一的API网关和可视化的Web UI页面 Broker就是通常我们俗之的查询节点 Midmanager会管理Overload分配过来的Task任务 Historical根据Colinator的指令存储历史数据 其次 是与原原生相关的专业术语 Broker应该就不用多多介绍了 是一款非常流行的容器化引擎 Helm是Kubernetes的包管理器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Web Midman和Java的关系 Operator是一款支持自定义的Kubernetes控制器 我们可以通过KubernetesClient 编写非常复杂的容器编排逻辑 Hubber则是存放镜像的仓库 接下来我们再来过一遍 Kubernetes核心组件 首先是内置的一些组件 API Server提供了资源操作的唯一入口 并支持了健全 宝文控制 集群状态变更 API注册和发现等功能 Controller Manager负责维护集群的状态 比如故障检测滚动更新等 Scheduler负责资源的调度 按照预定的调度策略 将POD调度到合适的机器上 Kubernetes则负责维护容器的生命周期 然后是Controller Runtime 负责容器的运行时 实际上它也是个切合规范 可以方便我们使用Controller D字类 更量轻量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类似于ZooKeeper的ETCD组件 用来保存整个集群的状态 再来看一下Kubernetes常用的插件 Kubernetes顾名思义 则负责提供DNS服务的 IngressController则为服务提供外网的入口 这两个插件大部分场景下 都是属于BIT去安装的 而Dashboard则提供UI可视化页面 Bybit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容器日志的持久化 而安装这两个插件会显著提高我们的效率 所以是强烈推荐安装的 最后是可选的Veteration 方便我们实现跨可用区的集群联邦 好 此时你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技术点 那我们拔高一下来到架构层面 了解一下总体的架构设计 以及各个组件是如何交互的 这是我们的架构总图 主要划分为了六个层面 分别是业务层 平台层 可视化层 引擎层 GateOps层 和Google Analytics层 好 我们分别来剖析一下吧 最上层的是业务层 主要包含的用户行为分析 商品分析 销售数据分析 品牌分析 网络性能分析等 我们可以看出Gate在销层内部的应用场景 是非常多样性的 第二个是平台层 包含的DataStudio数据分析 ChinoDB联盟查询引擎 DataHub数据集成 DataMap和MetaMarta原数据管理等等 可视化层 包含了Gate自带的WebUI CopernetListDashboard Apache Superset Graphene 以及业务实现的前端页面等 接下来是引擎层面 Gate的下方是Pulse Grid Circle作为Gate的原数据存储 HDVS作为底层存储 记录全量的业务数据 ZooKeeper则作为配置中心 然后Gate的右边是卡布卡实施数据的写入 HDFs离线数据的导入 同时也支持Spark数据分析 最后右下角是Identic Search负责日制的存储 Gate通过MetricSystem进行自监控 Graphana再负责告警 随后我们再看一下GateOps层 我们将整个发板流程划复成的四个部分 开发 测试 预发和生产 和传统发板不同的是 我们交付的是Docker镜像 并使用Hubble作为镜像仓库存储 同时使用原原生价格的集群 通过容器化运行 保障了测试和线上运行环节的一致 再也不用担心通过了测试环节 结果在线上跑不通的尴尬情形 最低层的是我们的Coupon列列子层 我们在不同的IDC机房 各自搭建了一套对等的Coupon列列子群 并且在此技术之上 我们为各个核心业务 构建了独享的Gate机群 我们的拆分逻辑是按照部门进行划分 某一个部门中可能还会有多个项目 而一个项目下 在对应多个DataSource表 而因为项目2和3都是同一个部门下的 如果项目2是Magic监控 而项目3是计算实际的业务数据的 我们就很容易的进行优先级排序 在整体资源出现瓶颈的时候 便可以自动的降级项目2 以保障最核心的项目 好 价格分层图我们剖析完了 那我们不禁想问 内部的组件之间又是如何交互和配合的呢 我们从流量如何看起 通常读写请求通过可视化页面或者后台程序发起 转而被Juid接收到 我们可以看到Juid内部的各个组件都是多副本的 价格设计上是没有任何单点问题的 这也是为什么相比于其他的数据库 Juid是更容易实现余缘生化的 因为Juid组件的值得划分非常到尾 很容易对应到POD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而每一个组件内部的功能就十分内聚 新节点还可以自动识别 并添加到分布式集群中 使得HPA或者VPA扩缩容策略的应用更是熟到前来 然后是JuKaper做配置中心 也负责了Upload和ColidNator节点的选组任务分发的功能 Apost Grid Circle则是原数据存储引擎 包括DataSource Segment和Task原数据信息等 HDFS则提供了底层存储 所有的业务数据都将全量的存储在HDFS集群中 并根据Retention Rule下载到Historical数据节点中 以加速查询 然后是系统监控部分 目前有三个层面的指标监控 分别是物理机层面 Service层面和JuE的Matrix层面 首先Promicius从物理机角度进行指标监控 我们就可以知道某一台机器的附带情况 其次Matrixbit从Service服务前面进行指标监控 还可以知道JuE的中某一个服务的资源使用情况 作为扩缩容的依据 再者JuE的自身也有Matrix指标监控 还能冻查写入查询的负载和性能表现等更多的细节 当然我们还有JuE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进行全联络分析 以便快速定位到某一个环节的瓶颈 可以进一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通常我们会发现各个监控组合起来 往往会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但是我们也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取舍 建议大家逐步的迭代 运入新的监控组件 以得到全新的分析视角 而不能一味的进行堆砌 因为只有控制好架构的复杂度 我们才能更好的降低系统的风险 最后是Kubernetes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Ingress作为流量的入口 对Service进行了更高维度的抽象 而Service会将流量负载均衡之后 重定向到Kubernetes Proxy 随后再代理转发到最小调度单元 Pod上面 而Pod也分为有状态和无状态两种 前者包含了Router Broker Cordinator 和Upload等 后者包含了MitManager 和Historical ZooKeeper PoseGridScore等 并且这些有状态的Pod 还需要设名PV19件 方便数据的存储 而为了避免跨Kubernetes node访问 通常我们还会增加节点亲核性 提高数据的本地性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状态Pod组成了StableSet的集合 而无状态Pod组成了RepecularSet的集合 为了便于版本管理 和声明周期管理 RepecularSet的基础之上 还抽象出了Deployment的概念 所有的这些极限状态 都会保存在Copelandless Mask的节点的ETCD中 此外 ContureManager 则会负负着极限状态 Schedular进行调度 并通过API Server 提供统一的入口 相信到这里 注意的云绵生化架构对立而言 已经不再是一个黑盒了 好 以上便是架构设计的全部内容了 由于时间有限 很多技术细节也只能点到为止 大家可以在会后再一探究竟 此刻我们的技术层面的知识 已经基本掌握了 但是技术本身是不会创造价值的 我们需要结合业务 帮助业务发展 以实现技术价值的变现对吧 所以第四小节 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是如何封装服务 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的 以应对多样化场景的业务需求 首先我们会给各个核心业务 提供Grid的OnCopelandless独享集群 以保证稳定安全高效和低成本 其次 我们还会构建配套的Graphon OnCopelandless独享集群 并内置一些基本的监控面板 例如TPS写入QPS查询等等 并给到业务Admin管理源权限 方便业务方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需求 定制化设计相应的监控面板 另外 部分业务还可能会有 二次开发Graphon的插件的需求 而我们在独享模式下 这更容易进行升级和迭代 即便是新插件出现了bug 导致Graphon的故障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业务了 当然 为了支持多样性的业务场景 我们除了Graphon还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可视化方案 Turning可以通过拖拉材的方式 快速构建出想要的监控面板 Copelandless dashboard 可以实现运维和监控的一体化 SuperSed 则支持海量的图表类型和细利度的全线管控 Kibana则可以对日志进行可视化呈现和高进配置 所以总有一款是能很好的契合我们业务需求的 好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和展望 我们通过演进到云原生架构 保障了高稳定性 高性能 实现了高效和低成本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质量 促进了业务的发展 从价格的维度 解决了内核层面无法处理的 或者是解决起来成本过高的问题 而平时如果你也一样遇到了类似的困境 我们不妨跳脱出来 站到一万米的高空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可能你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 除了继续推动架构的升级和内核的完善 我们还会在集成与被集成开源社区合作 和打造团队影响力的方面持续发力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内容了 感谢你的聆听 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感谢观看